剧场表演艺术是一种很奇妙的表演形式 观众像是被催眠了一样 怎么就会相信眼前有大山大水 然后相信眼前会有千军万马 演员的表演跟观众的观看 是在同一个时间里头发生 但是奇妙的是 我们好像又一起在那个当下 一同穿越了时空 置身在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 将剧场的表演完完整整地拍摄下来 放到线上 不管是网路啦 电视或者影院 当然可以这么做 我们看到公司做了很久 也知道很多剧团 也会把他们的剧目拍摄下来 然后出版DVD 让观众可以在电视平台上面看到 但是我们会想说 这么直接这样做是好的吗 我们这样的录音品质 我们用的镜头语言 或者这个画面里头呈现的表演方式 在电视上让观众看一整出戏 会达到我们想要的宣传推广的目的吗 还是会适得其反 我们的录影 有能力把现场观众 那么重要的一个元素 也放到我们的录影当中吗 然后来创造出 接近剧场集市体验的录影吗 还有如果我们要拿这件事来推广 那我们推广的市场在哪里 我们的市场有那么大 大到观众很难很难靠近 得要透过在电视上 看一整出的舞台剧之后 然后才会抱着 期待千辛万苦的走进剧场来吗 我觉得如果为了一个戏 不再演出 录影下来 让观众来点藏 收藏 我觉得或许可以来试试 可以这么做 那以现在台湾各界 在做的这样的录影的品质 我觉得大部分就还是在一个历史记录 然后拿这个东西来怀旧 让观众可以怀旧的这个标准而已 当然我们这个英国的国家戏剧现场 NT Live 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那他们的拍摄的经费 或者技术的投入都相当的高规格 那他们希望透过当现代的这个技术 摄影的技术 尽可能的留下英国当代剧场 优秀的不管是表演 制作或者是剧作 那另一方面 也透过这样的拍摄 向海外来展现英国剧场 一直以来的表演能量 吸引观光客 能够在日后 游赏英国的时候 把这个剧场的观赏 当成他们的行程之一 然后进而增加整个英国剧场产业的获利 除了把表演 舞台表演放到了影视平台上之外 其实我们知道也有很多人在思考 如何利用网络的特性来做表演 他们是从创作的面来思考 线上表演这件事情 那像我知道近期就有日本 让这个演员 他们各自在家中演出 然后透过镜头的选取 那观众也是同时在荧幕的前面来观赏 一同参与解谜 那在中国 我们知道去年底 就是王冲导演 他在疫情中呢 就把等待果头这个戏 编排成现代直播的版本 那日本跟中国的这些创作者 就是真正在思考 线上表演的可能 是一种利用网络这种新形态的媒介 来表演 然后跟 我觉得这是跟剧场 我们现在看到剧场表演 是完全不相同的一种创作形式 讲到台湾在线上 串流于表演艺术的运用上 我知道的大概就是 线上做全剧的播映 或者说把故事 整个舞台剧的故事 转拍成 端影集 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好玩 有趣的尝试 我自己是不清楚 也许还有很多事情 很多在酝酿的 或者已经成就的事情 但我们目前看到 主要是这两种 那我觉得把剧场的戏 再创作成影集 是有意思的 另外我也想强调 我不是反对说 线上播全剧是不行的 只是我觉得果头现在 暂时没有理由 要马上去做这件事 我会希望不管是 串流平台 电视台 要播放剧场的演出 都能够有付费买片的概念 或是跟剧团商议 一起满下剧目的版权 来重制成现场版 或者是影视版本 至于如何利用网络 线上串流的特性 创造出有趣的线上表演 我觉得是好玩的议题 不管是线上戏剧课程 或是线上表演 我们都是当成一个新的形式 希望能寻找出在这个平台上 独特的教学 或者是创作羊毛 说到期待政府在线上表演 能不能做些什么样的赞助 我觉得这个要回过头来看 政府有没有要重视表演艺术这个领域 而且在他心目中 这个产业的蓝图是什么 他有觉得台湾的表演艺术 是需要被典藏下来的吗 他有重视这一代的表演艺术家 制作 剧作 知道他们是稍重即逝的吗 如果政府有在乎的话 他就应该结合民间的力量 像是典藏电影 典藏书籍一般 或者像英国的NT Life一样 他每年编列预算 按部纠班的 把这一代的人 这一代的创作 能够留下来 而在活络表演艺术产业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就要看政府对 这个表演艺术产业 心中的蓝图是什么 那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但是我们今天特别讲 是线上运用 那我觉得政府就应该 把表演艺术的宣传推广 协助他能够上到电视 或是在网络上能够发声 譬如说韩国或是美国 就是有综艺节目 它是可以让音乐剧 或舞台剧 去做片段的表演 然后透过这样大众的媒体 观众就会看到一个有趣的桥段 这样足够吸引他们能够走进剧场 那台湾在早年 果头剧场 我们曾经受邀到张飞先生主持的 综艺大哥大里头 去做片段的演出 当时演出之后 票房就获得很大的一个要声 所以透过普罗他中的媒介 让观众看到一点点的精彩 就会创造很大的一个效益 那我认为政府应该要去扶植 线上节目 对表演艺术运用的发想 让他们去想说 怎么样跟这些表演艺术结合 创造出好玩的 有趣吸引人的电视节目 那或者给予某些既有的节目 他们在表演艺术推广上 能够做这些片段重置的经费补贴 两个产业都因此的互相的运用 活络起来 进而他就能促进线下的展演活动 在线上被广大的群众看见 那这是我期待政府 也许可以这样去思维的 如果您喜欢我们为您制作的 第一手连线报导 请记得按赞订阅 还要告诉你的朋友 这样你就永远不会错过 任何你该听到的大消息 下次见